所有人都知道,9月18日是我们的国难日 就在这一天,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翻看史料,在抗战期间,9月有很多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 我想把抗战期间所有发生在9月的重大事件都讲给您听 就在这个事件的纪念日通过平台播放出来 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9月1号 1937年的9月1号,在松户会战当中 日寇攻占了我乌松炮台 其实早在8月23号的时候,日寇第三师团的一部分 就成汽艇在乌松铁路码头强行登陆了 并且迅速的向乌松镇以南推进 当时中国守军第11师一团和教导总队第二团 和上海警察总队进行了顽强的阻击 日寇在海军炮艇的掩护下,连续不断的 向乌松镇发起了猛攻 在这场防守战当中,抗日军队虽然在乌松镇以南 张化帮激战中击毙了很多日寇,但最终也因自己伤亡惨重 被迫退守到四唐河一带 在24日和25日两个晚上,抗日军队的第87师和36师各一个团 在36师师长宋西连的指挥下,击退了日寇第三师团第六联队的疯狂冲击 顽强的守住了阵地,最后抗日军队的第61师赶赴乌松前线增援 加强了阵地的防御 可是到了28日的时候,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变化 日寇不但增加了炮舰的火力,而且掉了了飞机轰炸 各兵中齐同作战,猛烈地向吴松阵发起了攻击 抗日战士英勇抵抗,激战了三天 最终因为重寡贤淑,火力装备差距太大,伤亡甚多 于31日撤出了吴松阵 这才有了9月1日日军部队攻占了我吴松炮台 据日方的档案记载,其中第68联队的第四中队 在抗日军队猛烈的还击下,两个大队长是一死一伤 携带的炮弹也全都耗尽了 要不是军舰和飞机的支援根本无法攻下炮台 从此可见呢,当时的战况是很惨烈的 这就是1937年的9月1号,日军攻占我吴松炮台的全过程 这里是抗战期间的9月 历史上的今天,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